就像我們講的這個可能大陸的品質就是這樣 大陸的品質就是這樣 我們現在人在中和的一個加油站這邊 今天有一個車主要來分享他的愛車 小張 這是你的車是不是 這台車在路上好像比較少見 我們的這個什麼車我也不知道 第一什麼大吻發是不是 金吻發 對 金吻發 好像在路上看到的貨車基本上就是以林立 還有以前還有Suzuki還有一台叫做Carry 然後福特以前有一個好幫手 然後還有現在最新Toyota的那個Town S 就這幾台好像比較少看到這個牌子 那後來我上網搜尋了一下 它是大陸的東風汽車 旗下的一個公司 專門做這種貨車的 東風大家知道東風玉龍 東風納智捷那個東風 那來台灣就有一個代理商總代理 請好像是台塑汽車幫他組裝的 然後總代理銷售 所以我覺得它算是比較冷門的車子 比較冷門比較特殊需求才會使用的一個車款 那你這個車子是什麼時候交車的 今年的十月 今年十月 四月 四月交車 那它就是前面這邊很像我們林立的那個車頭有沒有 A180 A190那個車頭 然後後面它是貨斗 但是它這一台 我的感覺它這個貨斗是比較長一點 比一般林立或者是Toyota那個還要更長 那下面是金阿邦有沒有 所以它可以載重的重量更重 感覺這一段是長了一些 然後後面是這樣子 整個是這樣 那我們去車上講好了 出國在外語言不通怎麼辦呢? 請問這附近有什麼推薦的晚餐可以吃呢? 大阪町の隣に有名なラメ屋さんがありますよ 食べてみてください 大阪町旁邊 有一家著名的拉麵店 請嘗試這個 支援超過100種語言 有外籍刊物也非常推薦喔 歡迎參考第一則留言 欸欸欸 來 是這樣子拉的 欸欸 貨車我就比較少看了 欸但是一樣 因為我們家以前也有一台 那個 匯豐有沒有 發財啊 嘿嘿嘿 那整個感覺就是大概是這個樣子 那你當時是什麼時候買這個車子? 什麼時候交車的這台? 4月 4月 那現在大概4、5個月 4個多月、5個月左右而已 所以很新喔 開了多少里程? 2000多 2000多喔 難怪還有新車的味道 嘿嘿嘿 開了2000多公里 那你是本身行業就需要載重是不是 為什麼要買這種貨車? 因為我們本身的行業 我們的調比較長 喔比較長 對 啊這個車的比較長 喔 所以你本來就 你本來就需要貨車了 應該這樣說 那你前一台是買什麼? 欸 三菱的林利 喔 之前是用林利對不對? 對 那林利好好的為什麼要換車? 因為開20幾年 喔 20幾年想說換一台 比較新款一點的車 那市面上現在能選的其實也不多啦 比如說可能只剩Toyota 還有那個林利 那個是中華汽車 對 那這兩台怎麼沒選呢? 因為 因為就像我剛剛講的 我想說這個載重力比較大 馬力跟牛力也比較大 喔 規格書上面是這樣寫的 對 我們看規格 有時候看買車的時候 是看規格在買的 結果規格上面這樣顯示 是比較適合你使用 結果買了以後發現怎麼樣? 買了以後 因為我 三個月去一個客人分入地 一檔才爬的上去 一檔才爬的上去 對 那你以前就是一樣的使用情境 你用林利 二檔就上得去 二檔也上得去 烘爐地是很陡 沒錯啦 但是就是以前他的那一台 20年的老車 那已經算是 應該是類似發財車那一台 我是第一批 2001年的林利 2001年的林利 二十幾年了 那結果一樣爬的上去 二檔就上去 那這台要一檔才上得去 不是說比較有力 扭力比較大嗎 怎麼還比較軟 我不知道啊 我問原廠 原廠說 因為現在什麼 5.6 法規的關係 所以馬力調比較小 他說你二檔爬不上去 你就用一檔可以 意思就是說 你吃飯吃不飽 就吃肉就好了 幹嘛吃飯呢 是這意思 有這種感覺 何不食肉迷 一檔上得去嗎 一檔再上不去就完蛋了 一檔上去但是 是呼呼叫很難賽 所以這個車子就變成 跟之前的使用情境一模一樣 但是林利上得去 這台上不去 二檔上不去 一定要一檔 對 那我是剛剛有聽你講說 你車子一買回來就有問題 對不對 因為我買回來的第二天下大雨 然後雨刷在少就不乾淨 然後抖得很厲害 你說這個外吧 對 刷不乾淨 抖得很厲害 對 那你反正有抖得什麼東西嗎 沒有啊 我買回來第二天 我都還來不及洗車就下大雨 來不及洗車就下大雨 對啊 雨刷就少不乾淨啊 那這樣子 就去 就去 怎麼怎麼處理 因為這個感覺是很常遇到的事情 可是你是新車耶 我第一個反應是問原廠 然後原廠跟我講說 可能是我玻璃沒有乾淨 要處理 結果我去給人家處理玻璃的時候 那個處理玻璃跟我講說 我那個雨刷是壞的 那你不是說新車嗎 對 新的啊 新的 然後他說因為你雨刷壞掉 你又刮 然後變成玻璃就刮傷了 所以你現在這個玻璃是刮傷的 那你有跟原廠反應嗎 有啊 那原廠怎麼說 他就 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動作 沒有什麼表示就對了 有請你喝咖啡的 沒有 沒有 連之後都沒有叫我做了 所以你意思是說 你剛買回來的隔天 你發現雨刷刷不乾淨 回去跟原廠講 原廠有沒有不了了 但是你去外面問玻璃行 或者是換雨刷的 他說你這雨刷本來就壞了 所以你後來換了這兩根以後就好了 對啊 所以雨刷本身是壞的 然後我可以刷 現在是好的啊 現在刷很乾淨 不用試了 所以本來那個刮下去會 會跳 然後連帶 連帶的它的雨刷 把玻璃刮傷 對 這原廠新的東西就有問題 而且你現在看是好 你如果等一下下袋 你連續一直算 就發現它的痕就出來了 對 這種東西就是這樣 就很像舊車一樣 很像 好像買新車 卻買到中古車的感覺 OK 好 那你剛剛講 這個以外還有什麼 離合器怎麼樣 對不對 離合器是還好 這個我可以接受 我現在不能接受是在車 它正中午的時候 像之前夏天的時候 你在市區開 冷氣 不是很冷 它就是不會讓你流汗 可是你感覺它不會很冷 感覺 所以冷氣不冷 我以前靈力是會冷 會冷 這個是 現在沒有太陽一定是冷 如果真的是在大太陽前 要是正中午的話 它讓你不會流汗 可是不冷 然後我回去跟原廠講 原廠說如果不冷 再加裝一台冷氣就好 什麼意思 叫你在這邊再裝一台冷氣 我不知道怎麼動 它說如果不冷 你要再加裝一台冷氣 像我小時候 以前的車子 有一些是沒有冷氣的 所以呢 它要在這個地方 或者是這個地方 加裝一台外掛式的冷氣主機 差不多四十年前三十年前會做 所以現在 我們買這台車 冷氣不冷 那個原廠的意思是說 用四十年前的土法煉鋼 大躍鏡 再裝一台就好 那你如果這樣講 你當初我買車 你就說這台沒有附冷氣就好 再加裝冷氣 加裝會涼的就好 對 然後這個啊 它現在還好 我們現在剛開沒多久 你如果開一整天下來 它 它這裡會有一個 電流聲 很對 這個地方會有一個電流聲 對 冷氣這個地方 對 而且會 越來越大聲 會明顯感覺到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這個在開的時候 你在開車的時候 聲音會 會影響到你 會讓你 會讓你躁鬱 一定聽得到那個聲音 可是你這是新車啊 對啊 那你新車你怎麼 沒有回原廠弄呢 你自己就默默接受咧 你這剛好保固 等一下我先問啊 搞不好這個沒有保固啊 賣給你就買斷了 有啊我那個時候問他有跟我講說 這個什麼三年十二萬塊 有保固 你東西有問題 回去找他 他跟你不了了之 不然就叫你再買 他冷氣就跟我講說 叫我要加裝冷氣了 玻璃說 是因為我們沒有自己 就是玻璃沒有乾淨沒有處理好啊 我說我太太希望說 你可不可以跟原廠申訴 我們換一個新的玻璃 他就跑掉了 他就管別的客人的事情 他就不理我了 不理你喔 對啊 連咖啡都沒有 還站在那裡 還站在那裡很尷尬 對啊 所以就是買下來幾個月 你覺得售後服務那個品質很 對 不如預期不如理想 是不是意思 那你 剛剛我聽 其實剛剛我們這個小張他有講了幾個 比如說離合器什麼掉下去 然後雨刷刮不乾淨 一買來雨刷就是壞的 所以你買來的幾天你就去換了雨刷了 而且不是回原廠換去外面換的 因為原廠不幫你換 原廠不覺得那個是問題 然後那個電流聲 冷氣不良 這些回去原廠反應都很消極 所以到底有總代理跟沒有總代理 你感覺不差 因為總代理說 他禮拜三我跟他講 他留我的電話 他說他馬上 他說冷氣要先處理 然後他說他過一下子打電話給我 今天禮拜日 已經過了好幾天了 都沒有回應就對了 那你理論上我覺得像這種算身材工具 這是要買來賺錢的 要買來賺錢的 應該會考慮他的售後服務 耐久性還有二手車價 到時候下一手好不好賣 或者是在保養之後外廠的資源多不多 那你現在這樣弄下來 好像這個車子的這幾塊 好像都不是很好 那你會不會有一點後悔說買了這個 這個品牌大陸的這樣 對啊 因為我們需求是他的實用性 可是就像你講的 就很不實用 唯一的就是真的車斗比較長 車斗比較長 真的有載比較多東西 真的有載比較多東西 一樣的CC數 大小 但是他可以載比較多 然後那個時候也有考慮到 因為他這台車有附這個動態穩定系統 跟ABS 這些其他的車款沒有嗎 Toyota好像有 現在三年的好像 可是他們都還要在 我那個時候買車的當下 他們是要選配 現在我不知道 我那個時候買這個他就沒有 他就基本就是都有 可是你沒有用到 會不會那個東西也是壞的 對 但是 但是 我第一次上高速公路 我差不多六七十下三小的交流 都被他嚇到 因為我切過去的時候 他就這樣 整台車會抖動 車身不穩定 不是 翻向盤會抖 我就嚇一跳 我就馬上打電話去問我 買車的那個業務 他跟我講說 因為他的動態系統作動 你開太快再彎他作動 所以他會想幫你拉回來 嗯 是這樣嗎 我目前開的我的轎車 也有動態穩定系統 從來沒有遇過這種 好像都沒有 不是我沒有啊 我上網查好像 也沒遇過有這種 我這兩個功能的好像沒有遇過 他說這個樣子正常 好 那正常我就盡量自己注意一點 嗯嗯嗯嗯 差不多一個月會發生一次中的感覺 然後煞車 還不是每次 煞車平均兩天會發生 因為你慢慢開 你慢慢開 你在倒車的時候 他煞車好像會有放 可以這樣 噢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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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 我也不知道那是什麼 ABS作動是不是 對 你要這樣講應該是 也太醜了吧 人家ABS作動 不會讓你感受到這麼強烈 而且你是幾天一次 好像有規律性 這個 煞車這個問題 差不多平均兩天一次 這個是我買車套在平均一個月都會一次這樣子 而且我的時速我以前開30壓力不會那麼大 我開這個彎的時候我還趴他會不會是 因為那個感覺很恐怖 所以好吧 那沒關係 我有問原廠他跟我講正常 這是正常的 那我就你如果覺得說正常 我就相信你 不然我人怎麼樣 發生危險的他要跟你 這個我不曉得 抬慢一點小心一點 這個家庭賺錢有數性命要顧 可是我相信交流到6、70下來的速度是正常吧 交流到你6、70你被後面80了什麼正常 然後他跟我講我的時速太快 所以看坐上 所以我們這種車不能上高速公路 上去你這個時速低於60會被罰錢 你知道 我就不曉得 我也不知道這個是什麼清醒 好 因為我現在 老實講貨車它本來就是務實導向 所以它的一些做工比較粗糙 我覺得也在所難免 它不需要很奢華或者是很像這個 這個在撥就覺得卡卡的 這個感覺比我那個 我爸以前那個老車 40年前老車 好像也沒有這樣子 所以這個就 我不知道 你後面有一個洞的 我不知道這是原本就有還是 還是這邊有洞 除了這個以外 小張剛才說這個門後面還有洞 什麼地方還有生鏽的點 你這台不是新車嗎 我感覺只有十多年的老車 我現在開四個月就這樣 我沒有辦法想像說再開幾年 OK 好 那我們最後 因為這個物實導向的車 有時候有一些這種細節的東西 也不是這麼的重要 重要是這個車子有沒有辦法載重 有沒有辦法符合你使用 有沒有辦法安全 有沒有辦法把這些配備都正常運作 不要說用的時候不行 叫你再加裝冷氣 ABS或者循跡防滑 不能運作動的時候 叫你在加裝什麼 很奇怪 OK 那我們最後來個真心話不冒險 什麼真心話不冒險 就是小張你講真心話 讓對這個車子有興趣的車友們 不會冒險買錯車 所以你在講真心話 假設再回到半年前 一樣這些預算一樣的考量 你依舊會選擇這台金穩發嗎 還是你有可能換成林立或者Toyota呢 不如買Toyota是不是 我們不要說品牌啦 應該是會換的 因為就像我們講的 可能大陸的品質就是這樣 大陸的品質就是這樣 品質怎麼樣沒關係 但是你看這個組裝怎麼樣 我覺得那還好 但是你不能沒有作動 對啊 這外面來就失去 這是什麼 對啊 OK 好我們今天感謝車主小張 來跟我們分享他的經驗 我們也期待說 如果你最近有買這台車 或者是有買貨車的一些經驗 可以在下方留言 然後跟大家分享 我是覺得Toyota那一台Town S 賣得好不是沒有原因的 至少品質好像還蠻穩定的 我希望原廠真的是要積極一點 態度真的要改變 你覺得原廠的態度實在是太小極了 對啊 OK 這不是什麼豪華車沒錯 但是你應該也要給我們 當消費者的基本尊重 對不對 一杯咖啡就沒有 不然也泡一下茶 OK 我們感謝小張 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 吸完以後它就直接立足 Vantage 主機就拔起來了 防蠻刷頭 床單啊或者是沙發都非常好用 那如果是比較細微的地方 可以換這種尖的刷頭 然後它有斷式的 看你要不要刷毛 有兩種規格可以選 那我選這個比較細的 直接裝進去了以後 針對這種細節的地方呢 可以吸得非常乾淨 非常輕便 直接帶到車上去刷 也非常方便喔 不到購物中心淋頭的價錢 原廠特別資源 歡迎國家利用